正在举行的成都车展 捷达上市的首款车型VS5 8万多的起售价格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日前捷达官方表示 首款轿车VA3获在近期上市 新车有手动和自动四款车型 全系搭载了1.5自吸发动机 112马力 145牛米 匹配5MT和爱信的6AT变速箱 VA3其实就是已经停产的老捷达 除了前脸更换为了捷达最新的家族造型以外 车身的外形以及腰线等设计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车身尺寸和老捷达也仅有细微的差别 捷达VA3的配置比老捷达要强得多 全系标配了发动机启停 LED日行灯 ESP双气囊 行人保护 抬下监测和上坡辅助等 从外观上来说 捷达VA3的前脸比老款的捷达要霸气得多 车内则是老捷达那种满满的塑料感 从捷达刚刚上市的VS5上分析 这款捷达VA3同样也会主打性价比 有消息表明 VA3的售价或许比老捷达还要低 老捷达1.5升版本的价格为8.48万 但实际的终端价格不到6万 预计捷达VA3的起售价格很有可能就在6万上下 如果是这个价格 它应该有着不错的竞争力 您是否会选择这款换标的捷达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